骨气是什么?骨气是自信 一个没有自信的人,没有骨气 软骨头,永远停不起民族之脊梁 自信何来? 自信源于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 源于党的领导 源于我们百年的艰苦奋斗 源于今天的建设成就 家长朋友们,各位老师,各位来宾大家好 这是我第一次没有穿学位服 来面对所有的毕业生做毕业致死 为什么? 因为今年是一个特殊的时期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 兼党百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兼党百年庆典上向全球发表了重要的讲话招式 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将向民族复兴之百年目标 正程前进 一个庄专业的宣告 百年征程 中华民族走过了艰辛的历程 取得了今日之辉煌 第二点 当今世界 风云变换 我们正处在一个百年位于之大变局 这样一个变动之中 新的技术革命来临 在深刻的改变这个世界 在这两个大局的背景下 而你们 恰恰在这个最关键的时间节点 完成了你们的学业 即将踏上新的政策 所以我更愿意以肃装 来面对大家 让我们记住 这个时刻 同学们一定要记住 2021年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 当你们再经过 十年二十年 在回首往事的时候 你们一定会为此感到自豪 2021年 无论对中国 对世界 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 它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整个世界在进行重构 中华民族在奔向民族复兴之伟大目标 全世界将塑造一种新的世界文明 第四次工业革命冲击 一定会深刻的改变世界 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 你们起航了 你们将奔向新的政策 未来当如何去做 前面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学生家长 我们的校友代表 都把他们的肺腑之言 真知灼见 毫无保留的 奉献给大家 在他们所谈的内容之外 我更想聚焦于 总书记在七一庆典大会上 所谈到的对青年的期待 那就是 志气 骨气 和地气 何为志气 志气来源于情怀 一个没有家国情怀的人 谈不上志气 青年毛泽东 26岁 1919年 在他创刊的湘江评论 创刊号上 大声呼吁 天下者 我们的天下 国家者 我们的国家 社会者 我们的社会 我们不说 谁说 我们不干 谁干 一个年轻人 一个年仅26岁的年轻人 能发出这样的豪言状语 他心中有民族 心中有国家 他看到了国家身处威望之中 发自内心的呐喊 拯救国家与民族 于威望之中 由此出现了 陈独秀李大钊 一批早期的共产党人 创办了中国共产党 才有了我们中国共产党 和我们全国人民 百年的辉煌历史 志气是什么 志气是对国家 对民族的忠诚 大家都知道 陈独秀两个儿子 都成为我们党早期的英烈 为了党的事业 抛弃了生命 陈巧年 当走上刑场的时候 他大意令人 毫无惧色 他说的是什么 让我们前辈的披荆斩绩 能换来我们后代 子孙的幸福生活 这是志气 心中有家国 心中有人民 志气是什么 志气是贡献 他们脚踏实地的 为了这个国家 为了这个民族 不喜抛头颅 撒热血 我们身边和尚不是如此 我们西前的老一辈 从繁华的黄埔江畔 响应国家之号召 来到了喂水之宾 他们想到了自己吗 没有 他们想的是国家是民族 我是民族一分子 我应该为这个国家 为民族之未来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在他们心中 国家民族之上 人民的利益之上 这才叫志气 骨气是什么 骨气是自信 一个没有自信的人 没有骨气 软骨头 永远停不起 民族之脊梁 自信何来 自信源于我们 中华民族 五千年的文明 源于党的领导 源于我们百年的 艰苦奋斗 源于今天的建设成就 我们不能没有骨气 若干年我们受帝国列强之欺辱 今天 我们将走向强盛 走向民族之复兴 你们 作为这个时代的年轻人 未来属于你们 2050年 当我们建国百年的时候 民族复兴之大业将在你们手中建成 你们是这个伟大时代的参与者 贡献者 你们应该为此感到自豪 没有骨气 完不成这样伟大的事业 骨气是什么 骨气是贡献 多少人 为了今天的奋斗目标 为了今天目标的视线 奉献了他们的一生 默默无闻也罢 隐姓埋名也罢 在一个小的岗位上 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 奉献了他光辉的一生 展现出光红光芒才华 这一切一切都是我们身边的英雄人 他们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代表 他们身上有我们民族的骨气 第三个是底气 怎么能够做到有底气 底气来源于能力 你没有真材实学 你不能为这个社会的进步 做出贡献 何来底气之说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来临 如此之激烈 还有很多未来的科学技术之发现 有待于你们去完成 如果我们不能深刻的把握 时代发展的规律 不能把握科学发展的规律 不能为此 在这个发展之中 贡献我们的聪明才智 何来底气之说 有底气的人都是有能力的人 有底气的人都是有贡献的人 有底气的人都是有作物的人 无论他在什么岗位上 哪怕他是一个小小的职员 哪怕他是一个普通的工人 哪怕他是一个农民 只要他有这份理想 有这份信念 有这份追求 他所在的那个岗位 他所做的贡献 一定是一个大舞台 大家看到了这次七一表彰 有一位来自于山区的教师 张老师 培养了那么多的女孩子 他心中有梦想 有追求 他知道他所做的一切 正是为了我们这个民族 未来之复兴 他知道中国的孩子们 不能没有知识 没有文化 一个浅显的道理 铸就了辉煌的一生 这是他做人的底气所在 所以总书记讲 我们年轻人 要有骨气 要有志气 要有底气 做不到这三点 弹劾接班人 做不到这一点 弹劾国家民族之脊梁 我们是教大人 我们有着光荣的传统 西前精神 总书记给了精辟的解释 西前精神的核心 是爱国主义 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 与党和国家 民族与人民 同呼吸共命运 一个伟大的时代 从今日之开始 而你们 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踏上了新的征程 当你们回首往事的时候 你们一定会感慨 我们是这个时代的奉献者 我们是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在这个时代的进程当中 有我们的汗水 有我们的脚印 有我们的贡献 我们无愧于中华民族之传人 我们无愧于交代 所以同学们 在这个伟大时代 在这个时代的重要时刻 我向大家说出这些话 你们可能不知道 昨夜 我一夜未免 面对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 面对你们在这个关键时刻 即将出征的教大人 我反复地思考 不知道从何谈起 一夜的思考归来 志气 鼓气 底气三个字 三个词 让我找到了 今天致辞的落脚点 也是我们共勉 毛泽东同志 在莫斯科大学 向中国留学生 所讲的那段话 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他讲世界是你们的 也是我们的 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你们青年人朝起蓬勃 就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现在回想起领袖毛泽东 所说的这些话 仍然对今天 对你们的未来 具有重要的意义 你们是民族未来之希望 是民族之传承者 你们踏上这个伟大的征程 面临着很多挑战 你们将如何面对 没有志气 没有鼓气 没有底气 无法应对 这个变化 莫测的这样一个世界格局 无法面对 新的技术革命 所带来的挑战 但是我相信 我坚信 你们有这种能力 因为你们的表现 已经证明 爱国情怀 西迁精神 已经在你们心中 深深的扎下了根 有了这种情怀 有了这种追求 你们将无往而不胜 无论在什么岗位上 都会看到焦大人的风采 无论在什么岗位上 大家都会说焦大人 是我们国家之希望 民族之脊梁 同学们 我们今天的 所考虑的问题 不仅仅局限于中国 21世纪 整个世界要发生剧烈的改变 总书记提出了 人类命运共通体的价值理念 这是一种新的文明 国外政党如何评价中国共产党 说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党 是一种文明 所以当我们真正实现民族之复向 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时候 我们将承担着一个更大的重任 那就是要引领全球 走向一个更文明 更辉煌的未来 要让全世界所有的民众 都能够在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去生活去工作 前提是我们要做强自己 没有这份底气 我们不足以承担这个重任 完不成这样一个使命和目标 而这一切 都在你们未来的工作 和实验当中得以实现 所以我由衷着期待着大家 不要忘记今天 不要忘记这个伟大的时代 面向未来 以史为鉴 去做出焦大人应有的贡献 英国有 俄罗斯 前苏联 奥斯托洛夫斯基 写过一本书 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他在这个书页的匪页上 有一段话 激励了很多年轻人 他是这样讲的 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 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 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不因碌碌无微而羞耻 这样你就可以自豪地说 我把我的一生 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 他是一个革命者 一个身残至尖的革命者 他把他的一生 献给了苏联的解放事业 像这样的势力 在我们中国先辈当中 先烈当中 比比皆是 我希望大家记住 记住我们戏前的老前辈 记住我们党的前辈